今天呢,我做了盘丝饼 外皮焦香粗脆,里面柔软多成 做法简单,一看就废 看看有没有食欲 喜欢的一起来做吧 首先准备300克面粉粥 加入2克盐,增加筋性 加入190克温水 先搅成面絮 再下手或成光滑的面团 切分成等份的面剂 搓成火圆形 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饧好的面剂 用手称长,按扁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饼 倒上提前调好的油酥 油酥会调不,不会调的给我留言 均匀的铺平 再用面刀切成细长条 用刮刀整理到一起 两端拉长 再从两头向中间卷起来 烙在一起,按压一下 擀成厚一点的圆饼 全部做好,松弛 使饼成预热刷油 放入擀好的饼皮 盖上盖子,烙至底部上色 翻个面,烙至两面金黄熟透 趁热,打一下层次,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盘子饼 外皮焦香出脆 内里柔软多长 可以条条撕热吃 可好吃了